哈哈 依悦 我今天是聊天终结者 太强大了 最近在剧组锻炼了我真的太强大了 我不信了 这个 分享主持 你真不敢问 我是终结者 终结者 咱这手机空间本来就没有多少 再这么浪费下去 你都录不上了 是不是 所以可以结束了 这期的话题度非常有 就是聊天终结者 答非所问 那你祝福一下也可以吧 祝大家各种节快乐 嗯 这句话可以用在每一个日常里 好那你每天说一遍 不用我就说一遍 你每天都用这一遍就可以了 怎么样 接不住了吧 确实我们质穷了 我们要再去继修一下 重新挑战你 什么时候明年的中秋节 哈哈哈 你了解多少跟中秋有关系的故事 这一根版全版了吧 哈哈哈哈 这一排 太难了 有难忘着中秋 跟谁过的故事吗 嗯 非常难忘 是一直在剧组过的每一个中秋 所有的中秋都在剧组过的吗 对 对 这么长 对 对 你爱吃月饼吗 不爱吃 你最早知道中秋节是从哪方面开始了解 忘了 我让你画月饼了 哈哈哈哈 我让你画月饼了 不信 你要信 你不是说你是分台画手吗 你不是说你是分台画手吗 不承认 快来问几个 哈哈 哈哈 一耶 我今天是里邀天终结者 15的月两年还是十六年 想不过来转不过来弯 我只知道15和16 你这台是什么馅儿的愿意 馅儿 嗯 我今天想不了那么多 我只能想到月饼 这个东西 你自己做过月饼吗 现在耳朵也不是特别好用的 听不见了 听不见了 啊 最难的一期日常 哎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哎 小时候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 哎 小时候的事情已经不记得了